这个老头今天要自杀 换上西装打好领带 再喷上香水 做好一切后 他稳稳地踩上椅子 拿起绳子 把自己的头套了上去 一切准备就绪 老头闭上双眼 绳子渐渐勒紧脖子 正当他想要踢开椅子时 窗外传来的一阵道车声 阻碍了他的自杀进程 老头摘下绳索 气冲冲地冲出去 新来的邻居不懂这里的规矩 女邻居对着男司机一通抱怨 老头看着男司机某某的样子 只好站在一旁指挥他倒车 谁知道这司机是真不会开车 一脚油门直接撞倒了 老头家门的信箱 老头只好亲自上阵 倒车入库一把成功 老头帅气下车 回到家里继续自杀 但这次窗前多了许多人 是邻居请来温居的 还有小朋友在好奇的巢里看 老头不想给小朋友留下心理阴影 便把绳索取下藏在身后 今天的自杀都失败了 只好明天再试 这个一心寻死的老头 名叫OA是个典型的瑞典人 正值古板脾气也不是很好 每天早上起床后 会先巡视一圈社区 看看各家的仓库门锁好了吗 有没有乱丢垃圾 邻居们都有些害怕 这个古怪的老头 生怕自己没遵守规矩 会被他痛骂一顿 毕竟OA的脾气真的很差 连路上遇到好心打个招呼 都会被心情不好的 他骂的狗血领头 巡查完社区后 OA又来到了妻子的墓前 妻子索尼亚离开人世 已经有几个月的时间 OA常来她的墓前 跟她聊自己的近况 这次她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很高兴地告诉索尼亚 我们很快就会相见了 回家后 OA开始了她的第三次自杀 前两次都被邻居搅合了 这次她显得异常谨慎 连窗帘都记得拉下来 不让路过的人看到 刚把脑袋钻进声圈 门口就响起一阵急促的人声 OA本不想理会 可门铃一直想得没完 OA愤怒地开门 看到来人是两个小朋友后 到嘴边的脏话又咽了进去 被吓了一跳的小朋友们 颤抖着拿出饭和说明来意 原来是新邻居带着孩子们 来感谢昨天的相助 顺便借一下梯子 OA不耐烦地借了 想接着赶回去自杀 可隔壁老太太又把OA叫住 请她来帮忙修理暖气 好似所有人都在阻挡自己自杀一样 OA怒了大吼一声 她再一次回到家里 闻着索尼亚穿过的衣服 残存的香气让她心里得到一丝安慰 她再看了一眼妻子的照片 之后轻车熟路地踩上椅子 套上绳子剃掉凳子 这一次她终于成功了 都说人死的时候 记忆会像胶片一样在脑海中放影 她回到了自己的童年 OA很小就失去了母亲 一直跟着父亲长大 父亲不善言辞 两人聊得来的也只有车 一天OA沿着铁轨 来到父亲工作的地方 父亲看到后大叫着让OA远离铁轨 因为身后正有一辆火车使劲 千军一发之际OA转了个方向 没有被火车撞到 父亲也立刻冲上前来 紧紧抱住OA 这是她第一次感受到父亲的拥抱 OA第一次明白 父爱无言 但她会用最好行动来爱你 之后的OA也很争气 通过了铁路公司的招聘考试 拿到聘用通知书的OA 第一时间将喜悦分享给父亲 父亲拿着她的聘用书到处炫耀 却没发现自己站在了铁轨中央 火车呼啸而过带走了父亲的生命 OA也睁睁看着父亲离开自己 她崩溃地大叫着 控诉着老天 为什么要让自己成为孤儿 之后铁路公司出于同情 让OA子成副业 成了铁路上最年轻的工人 之后的OA三番五次地被命运开玩笑 这天她发现邻居家着火了 她连忙跑进邻居家 把邻居救出火海 还没喘口气 回头一看 竟发现自己家也烧了起来 想前去救火的消防员被官员制止 OA看着这个身穿白衬衫的男人 是那天来找过自己的人 他告诉OA 这里即将被重新规划 你趁早搬家吧 可OA认为这是他和父母仅存的回忆 搬走是绝不可能搬走的 于是官员要趁这场火灾 强制拆除拿到这块地 大火过后 OA的房子变成了一片废墟 他变得无家可归 只能睡在火车上 但每天在发车前就得起来 否则就得付车费 这天OA睡过了头 醒来映入眼帘的 却是一双红色高跟鞋 穿着他的主人 正慢悠悠地晃着脚 OA抬头望去 然后猛地惊醒 一位短发蓝眼的女孩坐在了对面 女孩正看着书 看见OA醒来还对他笑了笑 露出的两颗兔牙十分可爱 OA看呆了 这时列车员上前要OA补票 OA没钱补票一脸不知所措时 女孩看出了他的窘迫 大方地替他付了车票钱 OA下车望拿行李时 还是女孩提醒他 OA在回去的路上不自觉地傻笑着 命运和他开了很多玩笑 也送给了他一份最好的礼物 之后的每一天 OA都会乘坐这辆火车 只为了能够再次偶遇女孩 三周后OA终于见到了心心念念的人 就这样开始了OA人生中的第一次约会 OA像父亲一样不擅长聊天 两人的对话里 没有诗词歌赋没有人生哲学 最多的内容是火车构造 女孩问OA怎么只喝汤不吃其他的东西 OA犹豫了片刻 他还是坦白地说出了一切 自己没有钱也无家可归了 说完后自卑的情绪吸卷而来 他起身准备离开 索尼亚却稳住了他 OA的真诚可爱打动了他 他们的生活开启了新篇章 OA在索尼亚的鼓励下 考取了工程师资格证 也在成绩通过的这天 他向索尼亚求婚了 索尼亚大声地说着我愿意 OA觉得从未像这一颗幸福过 突然断裂的绳子 把OA从回忆拉回现实 他看着自己挑选的绳子 怎么能这么不耐用 或许也不是不耐用 减个肥也许就用上了呢 但减肥对OA来说太慢了 他选择了一个新的方式来自杀 他去对面老太太家来拿借出去的水管 顺便帮他修好了暖气 他家有个中风的老头 两人曾经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OA对着中风老头 袒露了自己的计划 即将要见到索尼亚了 他有多么高兴 不一会儿老太太拿着水管返回 告诉OA 别看他瘫了不能动 其实脑子比谁都清楚呢 OA有些猛 但一想他都这样了 难不成还能阻止我吗 没想到离开时 老友一把拽住了水管 这是他对OA的挽留和劝阻 但OA趋一已决 他来到车库 开始第五次自杀 他用水管把汽车尾气引到车内 开心地吹着口哨 因为是自家车库 根本不担心有人发现 他安心地坐在车上 静静等待死亡时刻的降临 刚坐下没多久 就听见有人在拍他的车库 愤怒的OA冲出车库 却不小心撞伤邻居的鼻子 可邻居现在并不在意 原来是他的老公不小心摔伤了 他是来找OA帮忙 送他和两个女儿去医院的 OA无奈只好帮忙 又一次自杀宣告失败 到医院后邻居独自进去看病人 让OA再帮帮忙 照顾照顾两个小孩 OA给两个小孩讲起了故事 逗得他们开心大笑 回家后OA本想直接走人 没想到小朋友们 却突然上前抱住他 感谢他今天的陪伴 今天OA又没死成 晚上他躺在床上 总结经验教训 更换了自杀地点 第二天他来到火车站台 想在这里结束自己的生命 没想到有人比他更快 怎么自杀也要抢啊 他看着周围只顾着拍照的人群 实在看不下去 独自冲了下午 把男人救了上来 自己却站到了铁轨中央 火车越来越近 周围人怎么呼喊他都无动于衷 这时他却在站台上 看到了小时候的自己 他想到父亲 让他远离火车的教诲 也想到了父亲 也是死在了火车车轮之下 这样的死法 好像有点对不起父亲 在最后一刻 他接受了周围人的帮助 这次自杀又失败了 一天回家时 OA看见一个养狗的女人 正用石头扔一块流浪猫 OA气得破口大骂 女人被赶走后 OA又把流浪猫骂了一顿 这世间就没有 OA不骂的东西 可回到家后又不忍心 做了点东西想拿给猫吃 结果猫早就跑远了 过了几天 OA在他家门口听见几声猫叫 还是之前那只猫 邻居把猫抱起来 带进了OA家 他和OA说 自己和女儿猫毛过敏 能收留他的也就只有你了 结果OA自杀没成 还收养了一只猫 他跑去妻子的墓前 又说着自己会尽快来找他的话 可私下明明带着猫到处炫耀 他在世间有了羁绊和责任 似乎又重新燃起对生活的希望 和邻居们的关系也越来越融洽 看到邻居不会开车 会主动上前去当他的驾校教练 会在邻居练车练到崩溃 还被后面车按喇叭时 直接跳下车把后车司机大骂一顿 会在邻居不在家时 帮他照看两个女儿 看到一直没装好的洗碗机 还会帮他装好 OA的生活渐渐向好 直到这天 社区里闯进来一名不速之客 穿着OA最讨厌的白衬衫 白衬衫是当地的一名官员 他来这里的目的 是要把老友送去养老院 因为养老院是他中饱私囊的地方 他知道OA是这里最难搞的硬查 所以一上来就把OA曾经的伤疤揭开 说OA在老婆离开后 就变成了彻头彻尾的疯子 官员的话彻底激怒了OA 他情绪崩溃地跑回家里 准备再一次自杀 这一次他选择了更高效的方法 想直接引淡自尽 猫叫声让他理智稍微回笼一些 怕吓到猫 他将收音机声音调到最大来掩盖枪声 又怕猫过来踩到血 他用防尘膜把卧室封起来 把自己隔绝在外 正当OA将枪口对准脑门时 OA又怒了 拿着猎枪冲出房门 门外是妻子曾经的两个学生 他们和家里人吵架被赶出来了 OA骂骂咧咧地看着他们 又突然想到自己的妻子 如果他还在 肯定会收留他们的 看在妻子的面子上 OA最终还是把他们放进了房间 第二天两个年轻人还给OA做了一份早餐 连猫咪的粪也照顾到了 这也是妻子离世后 OA第一次吃早餐 吃完早餐后 OA开始巡查社区 两个年轻人提出要加入 连猫咪也跟着出发 走到一半老友的儿子也加入了他们 OA的巡查队伍渐渐壮大 老友的儿子告诉OA 自己的父亲要被强制送到养老院了 因为有些机构会靠强制买卖 来骗取养老金 OA听到后十分生气 纵使两人年轻时有过矛盾 但也绝不允许外人来欺负自己的朋友 他开始疯狂打电话投诉这种行为 可都没能解决问题 OA气得浑身发抖 邻居却告诉他 如果自己没办法解决 为什么不找我们一起解决呢 没人能承担一切 就像你也没办法独自承担妻子去世的痛苦 听着邻居的话 OA低下了头 许久之后才慢慢讲出 他心底最痛苦的回忆 原来OA和妻子曾经有过一个孩子 为了庆祝新生命的到来 他们决定去旅游 旅途中留下了很多快乐的回忆 可在回来时 大巴车遭遇了车祸 OA拼命把妻子救了出来 因为伤到了下半身 无法再做一名母亲 也不能再站起来 OA固不得伤心 他跑回家把家里的门槛都拆了 再将所有家具都改成适合妻子的大小 准备好一切后 把妻子接回家中 妻子也没有因此丧失生活的信心 他靠着自己的努力 完成了学业 成为了一名老师 可残疾人的身份 让他的求职处处碰壁 OA愤怒不已 写了无数投诉信 可都石沉大海 OA被这样的打击摧毁了希望 还是妻子的安慰 让他重新坚强起来 当晚OA就跑去学校修了个无障碍通道 学校也被这份真挚的爱打动 录用了妻子 虽然给了他最差的一个班 但妻子就像一个天使一样 把所有顽劣的孩子都变得乖巧可爱 很快这个差班也成了学校里最优秀的班级 后来天使罹患癌症去世 OA又成了那个孤独的人 他多次自杀 就想要去陪伴妻子 可现在老有的遭遇 让他决定像年轻时那样不断战斗 第二天疗养院的人来了 他们一脸小人得知的嘴脸 此时一个正义的女记者走了出来 她是OA找来的帮手 女记者一句 我手上有你贪污的证据 让几个人灰溜溜地离开了社区 OA终于赢了 不是靠自己单打独动 而是靠一群人的努力 之后OA再也没有过自杀的念头 因为他和世界的羁绊越来越深 这里有太多人需要OA 没过多久 邻居的第三个宝宝出生了 OA把当年 做给自己孩子的摇篮送给了他 这是OA给予人间的大爱 之后的某天清晨 邻居打开窗户 发现外面正下着鹅毛大雪 却没看到OA出门扫雪 他像突然反应过来什么似的 冲进了OA家 OA已经躺在床上安详离世 但这次不是自杀 而是自然离去 邻居在一旁发现 OA早已准备好的遗书 他希望葬礼一切从简 只需要认同他的人来即可 可葬礼那天所有人都来了 他们来给OA生命中最后的陪伴 OA好像睡了一觉 再睁开眼 又是那双红色高跟鞋 自己朝思暮想的妻子 谁都无法独活于这个世界 亲人朋友爱人 他们构建了一个更完整的你 让你和这个世界的羁绊增多 孤独寂寞常常会治愈 可生活的羁绊会治愈